的部分 考验考验大家的价值观 假如明天早上起床后 能获得任何一种能力或特质 你希望是什么 我小飞 向往自由 向往可以无拘无束 我希望明天早上起来 拥有一项技能叫做 透视眼 只能看透一些特别的 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 咨询师李老师 背后那张纸上面写了什么 拨开表面 看背后的深刻含义 是吧 对 当然这也是文涛的一个价值观 他可以希望自己 不是看表面现象 可以直抵人心 可以深刻地 发现人内在的部分 我想 希望时间停止 就是比如早上起来了 很困 然后但是七点一定要出门 我就可以先时间停止下来 然后我等到我睡够了 然后再起来 但是时间还是不变的 因为别人的时间是停止的 依童的这个答案 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它就像我们人性的两面一样 它有非常善良的那一面 但也有非常顽皮 调皮的那一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 不要太担心 有时候我们把我们 另一面展现给别人 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陌生人社交群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可以排除了 李老师就不用怀疑了 大家呢 接触过李老师之后 可以确定他应该是一个 心理尊师没有问题的 那文老师大家也不怀疑 对不对 不怀疑 文老师没有什么表演的特征 只是展现了他鼓动大家 带动气氛这一点 主要是跟云老师来配合 那你现在只有潘老师和云老师了 云老师也不太怀疑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 但是他如果是演员的话 他是个好演员 我就为他的这份信念感 我决定不投他 我也不投他 这实在太接触了 我怀疑云老师 他不停地在做同一个动作 感觉都是自然 每个细胞都发着光 他们都想要去 大冰冰 无论你是冰还是火 还是水 他就说太阳又在这里 什么都在这里 我没办法接受 算了 我就觉得他不是 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演员 我投他 我给你放上去 可能如果他真的是 那个武中治疗的治疗师的话 他见过太多这样 一开始没有办法去融入的人 他见怪不怪了 觉得你们这些人 是太年轻 看不懂我的 对 你们不懂我的经济 我觉得对我有治疗效果 我很开心 我很快乐 我不会投云老师 他就算今天是演员 我也不会投他了 我跟益彤看法差不多 就是对他没有办法投得下去票 郁老师已经选过了 就不用再纠结了 就是潘老师了 我们只能选潘老师 输了就输了吧 这一集我已经脑子 真的没有让思考能力了 经过概念